来关注万众瞩目的太空授课消息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 定于明天下午3点40分开始 深州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而上一次太空授课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 2013年6月20号 深州10号航天员王亚平 在聂海胜 张小光协助下 进行首次太空授课 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1号里 向全国青少年展示了多种有趣的太空实验 让孩子们看到了浩瀚宇宙的无限可能 明天下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对这次天宫课堂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 而社会公众 特别是青少年 对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 也是充满着期待 那么各地中小学生有哪些想知道的 探秘太空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 太空生活 大家最好奇的是什么 一起来听星辰大海 少年说 之前有没有关注过咱们的空间站 让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出舱 我俩平安一出舱 没有了解到那种航天出舱是特别危险的事 我们中国的航天员能做到这种事情 真是那种了不起 天州三号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因为那是我们家一起去文昌去观看天州三号的发射 我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非常的自豪 我未来也想从事航天方面的工作吧 我最好奇的是宇航员们怎么吃饭 太空中没有引力 食物会乱飘 他们怎么把食物聚集到一块 在太空里的话 那水是会往上飘 但是你们用来喝水的水果 是不是也会往上飘呢 它那电是从哪来的呀 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一天可以看见几十出啊 在太空中会不会有跟地球上一样的白天和黑夜呢 最好奇的一个是刚上太空的时候 身体会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第二个是在太空中洗澡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或者说会不会很不方便 因为水它是没有重力的 我有两个方面比较好奇 一是这个在太空中 因为这个钙质会比较严重的降低 我想知道如何去保持身体的一个素质 还有就是在经历仪器那么多的空间内 是如何进行这个洗漱 洗澡啊洗头啊之类的 王亚平老师您好 通过茶叶资料 我了解到太空的温度是负零下270摄氏度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在太空中挤一滴水 那么它会瞬间结成冰吗 我想看到这个实验 你们在太空中要不要称体重呢 如果要称体重的话 该是用什么东西来称它呢 我最想看到王亚平老师能否用我们生活中的盘肥皂洗衣服 在太空中生活是你们是怎么洗衣服的呀 毕竟你们要在太空待六个月 时间很长 画下来的衣服洗不洗啊 我想看一些关于牛顿第二定律的实验 因为伽利略当年在地球上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由于受到摩擦力的影响 他只能通过理想实验法来得出牛顿第二定律的结论 但是我在想如果在太空失重环境下 可能这个实验的实验效果会更好一点 如果我带一个体重上去 我在地球上称是六十斤 他们都叫我小胖 我要上去试试我能不能变成十斤 这样的话我就变成小瘦了 如果我有一次机会上太空 那我最想带的实验物品是苹果 看看它会不会在太空中氧化 我想知道在太空中的写字到底难不难 我打算带粉笔 钢笔 圆珠笔和铅笔 看看哪个在太空中最好用 我最想带的东西是我的颜料和画笔 在太空中画一幅美丽的画 但是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 能否画成一幅完整美丽的图画呢 我想带一些化学实验的物品 比如说双氧水还有供氧化纳之类的东西 我想体验一下在太空制氧期 因为我想在太空中氧气对宇航员来说 肯定是最重要的 我最想带到太空去的东西是金鱼 因为金鱼的上升和下潜 是通过飘来实现的 但是到了太空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当中 这种方法就不管用了 我想知道金鱼到了太空去之后 它的飘会不会退化 我可能会带一个空间冷原子中 因为空间冷原子中在三亿年内 它的偏差只会达到一秒钟 我希望它在太空中完成这种实验 然后做到我们国家的导航系统更加的精确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明天15点40开始 神州13号乘坐航天员宅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将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这次活动主办方之一 充分发挥多平台独特优势 力争为观众呈现一堂生动有趣 内容丰富的天宫课堂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飞控中心和地面主课堂 中国科技馆及广西南宁四川汶川 香港澳门四个地面分会场搭建转播系统 供各频道频率和新媒体使用 通过卫星光缆网络新媒体的传输途径 以全媒体的传播方式将天宫课堂第一课呈现给全世界 我们总台作为这次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的主办方之一 参与了这次整个的天宫课堂第一课的从设计到系统搭建工作 利用我们总台各频台的优势来进行这次直播任务 通过我们总台的直播 全球的电视观众可以去领略神奇的一些太空的一些实验和一些体验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 地面上设置了一个主课堂和四个分课堂 空间站航天员将和多地的同学进行交流 这不仅能让更多学生参与讨论 还丰富了授课形式 技术系统主要投入了在北京 投入了两套大的转播系统 一个是在航天城 这个太空传下信号 达到了十五六路这么一个规模 按照节目的需求把一些信号来进行一下合成 送到主会场 中国科技馆还有四地的这个信号 港澳包括内地两个城市的这个信号 传过来进行一个合成 这样整体来说技术上更加复杂 然后对话的环节也是比较的丰富 我们在现场的五美设置方面 现场是一片蓝色的 象征着蓝色的行政大海 一个一个小的圆圈 像是一个个的小的星球 然后我们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就坐在这样的星球上 然后让整个宇宙似乎都充满了热闹的气息 还有一些很神秘的食物 请锁定我们的直播 一定会呈现一场非常丰富和精彩的太空收客 现场参加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同学 除了聆听航天员授课 还有机会去和航天员互动 观众可以通过总台特别节目 天宫课堂来参与太空授课 同时可以参加央视新闻 我问航天员征集活动 来加入天宫第一课 我们野波师里还邀请到了一位大学老师 和一位重量等级的嘉宾 给大家通过老师的讲述 和航天员亲身的体验 跟大家一起脑洞 让大家陪我们一起去想象 一起去体验 亚视新闻新媒体将面向全球 首次独家直播天宫课堂 与此同时 新本亚视新闻客户端 还推出了我问航天员征集活动 几天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了上千个问题 等待航天员来解答 同时我们还设计了H5产品 大家可以方便地和航天员进行互动 从今年的4月29号 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 到今天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 收官之战正在进行 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圆满完成了五次发射 三次航天员太空出舱 一次载人返回等任务 中国空间站的故事仍在继续 5 4 3 2 1 天火 2021年4月29号11时23分 搭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 长征五号B摇二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 天河核心舱是中国空间站 发射入轨的首个舱段 标志着中国空间站 载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 一个月后天河核心舱迎来了首位造访者 具备6.9吨物资上行能力的太空快递小哥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的方式 精准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形成组合体 这是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第一次应用性飞行 总指挥长同志 我们奉命执行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聂海胜 航天员刘伯明 航天员汤红波 出发 十一年 2021年6月17号九十二十二分 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二号F-12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 十八时四十八分 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 汤红波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 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我们的太平家园签法新舱 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 感谢广大科技工作的心情不收 卫生区 睡眠区 锻炼区 就餐区 经过三名航天员将近一个月的辛勤忙碌 空间站逐渐有了家的感觉 神舟十二号 我是曙光 可以打开出舱舱门 完毕 七月四号一大早 三名航天员协同配合 开始首次出舱活动 八时十一分 航天员刘伯明成功打开了节点舱的出舱舱门 哇 这外面太漂亮了 好亮了 在舱内的航天员聂海胜配合支持下 刘伯明和汤鸿波两名航天员顺利出舱 完成了在机械壁上安装脚线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 下面有白云朵朵 还有成片的 像海洋一样的 还有像槟城一样的 你们随着我舱外服摄像机的全景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地飞扬吧 经过约七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 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在为期三个月的载轨飞行期间 三名航天员进行了两次航天员出舱活动 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载轨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流 载升升保 空间物资补给 出舱活动 舱外操作 载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 9月17号 神舟十二号与空间站一一挥别 返回舱成功着陆 东风着陆场 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三天后 9月20号 十五时 十分 搭载着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 长征七号 瑶四运载火箭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入轨后 天舟三号与天舟二号 一起同时对接在天河核心舱的两端 形成一字形构型 总指挥长同志 我们奉命执行 神舟十三号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 请您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航天员 翟志刚 航天员 王亚批 航天员 夜光复 出发 十分 敬礼 五四三二一 点火 2021年10月16号 临时23分 航天员 翟志刚 王亚平 夜光复 搭乘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飞向太空 六十五十六分 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九十五十八分 三名航天员进驻天河核心舱 开启了为期六个月的太空生活 此后 他们先后开展了货运飞船物资转移 空间站组合体管理 失重防护锻炼 空间试实验等日常工作 十一月七号 航天员成组迎来了他们的首次出舱活动 十八十五十一分 在夜光复和王亚平的支持配合下 翟志刚成功开启天河核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 这是翟志刚 时隔十三年后再次进行出舱活动 我是冻腰 我已出舱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我一会儿出舱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我是冻三 我下次出舱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二十时二十八分 航天员王亚平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 六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 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全部既定任务 而这次出舱活动 也让他们收获了一个新的称呼 感觉良好乘组